拖着这辆人力自行车拖挂小房车 出了穷油已经半年了 在这半年我收获了53,000的粉丝 拥有这53,000的粉丝 每条视频真实收益是多少 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首先让我值得唯一骄傲的视频 它在抖音的播放量是293.8万 点赞量是9831 在西瓜视频上的播放量是21.5万 点赞是1842 这条视频的收益分别是 西瓜收益347.25 抖音收益2186.14 这条视频的总收益为2533.39 这条视频其他平台的收益 可以忽略不计 大体是一块到两块之间 大家对这个视频收益一定很满意 但我不是所有视频收益都能达到这个高度 这条视频也算是我的意外收获吧 再给大家看看我其他视频的收益情况 有朋友想看大年初一的这条视频 西瓜收益是28块1毛2 抖音收益是88块5毛3 这条视频的总收益为116块6毛5 再给大家看看这条五分多钟的视频 全程基本没说话 内容大概就是吃了一顿饭 喂了一只猫 刷了一个牙 这条视频的收益 西瓜收益5块7毛6 抖音收益42块08分 这条视频的总收益为47块8毛4 喜欢做中视频 又不知道拍什么的朋友 你们可以看一看 平时分享日常生活 就可以按照我这条视频 把镜头多换一换 让镜头丰富起来 这样你分享的日常 也会增加玩播率 在路上遇见流浪狗的这条视频 西瓜收益21块8毛6 抖音收益58块8毛7 小朋友给我送吃的这条视频 西瓜收益44块05分 抖音收益99块05分 对比一下我半年前视频的收益 都是几块十几块 但是坚持自己的梦想 一定会有收获 希望那些正在做中视频的伙伴们 不要轻易放弃 坚持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